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德 今天又来试读 感谢FB推播送素材 今天要来测试的是 3月17号开服的《梦幻新珠仙》 应该是小说改编的IP作品 开发商是中国的完美世界 各位可能很陌生 去年中国在12月有一款幻塔 就是它旗下工作室开发的 而在前几天也发布 将预计在4月份进行多国内测 当时幻塔计划也因为各种碰瓷营销 跟优美的bug 完全把自己弄黑 真的也是反操作的天下奇才了 而完美世界的游戏通常都会给腾讯代理 也包含国际服即将内测的幻塔 毕竟腾讯缺的不是钱 而是技术人才 完美在中国的名声也不太好 算是彼此合作臭味相投吧 回到本次主题 台湾的代理商是爱玩天地 基本上你可以当作是完美世界的分身 该游戏在中国 2020年上半年内测 2021年6月公测 整体评价就两个字 惨淡 而连在中国这么大的游戏基础都没热度 所以才会跑到国际服捞一票吧 毕竟换皮游戏真的很难让人喜欢 而通常判定一款游戏除了看代理以外 只要看到有代言人广告 然后很多频道或实况主 又突然像是约好了一样 都刚好的在玩那款游戏 最好是先观望一下 这款有PC端跟手机端 各位可以自己选择 游戏是仙侠类型 故事就不展开了 因为太零碎 但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同一个编辑写的 还是都指定用差不多的剧本 跟另一款游戏一样 我的同门又被刀死了 所以我们又踏上救他的旅程 厉害的是 他只是剧情上被刀死 游戏中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他来解任务 完全没有带入感 人物美术风格没什么亮眼之处 有简易的捏脸系统 自从被玄宗记伤害过以后 但凡只要比他好的 我都给过 游戏主体就是 MMO结合回合制卡牌游戏 不完全放置玩家的类型 但自动巡路 自动打怪 满足现代人惰性的功能 是不能少的 那因为是卡牌游戏 所以在单人模式下 是需要考量队伍搭配的 初期会在主线过程中 给你几个角色让你凑队伍 但就跟其他的卡牌游戏一样 角色的突破需要靠抽卡池 这游戏也没有什么佛系奖励 所以无课为课 就不要想强度的问题了 而如果是多人的活动副本 你的这些角色又都没有用了 必须依靠角色本身的强度 以及攜带的宠物应战 是的 还有宠物 只要是仙侠的游戏 一定有宠物 而且肯定会有 品质 洗练跟学技能的系统 怎么这几年过去了 还是玩这一套 虽然设计上有 正法 元素组合 天气或环境辅助增伤等机制 让玩家好像有了可以靠智慧来战胜的幻觉 但这本质还是课金游戏 花钱抽角色 推伤害就完事了 天气系统既不稳定也没意义 你总不可能刷副本 还要等放晴下雨吧 而我主线打到一个阶段后 就被强制要休息一天 于是我就没事做 只能刷活动副本 而大部分都强制要组队 玩法上没有很自由 于是配对后 你就只要自动放字 就可以不用理他了 语音部分 这点还是要暂许一下 但凡主线 主角 技能 反派 NPC 小助手 卡池 力慧 都有配音 世界男子 皆是复兴值 这把葵花籽分给你吃 赵楼家好生意外 赵楼家后会破散 怎么还会留下传承 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配N个角色 除了男女老少 音调上的不同 整体听起来的感觉都很类似 然后游戏助手还会发疯的 不断重复你同一件事情 靈脉进修可助你轻松休息 靈脉进修可助你轻松休息 让人很烦躁 当然游戏公司最希望玩家参与的商城体验 肯定不会少 虽然比较没有这么多讨厌跳出来的广告 但还似乎会有新手优惠月卡限时特惠等 让玩家花小钱就能变强的错觉 UI模组跟玩法都是照搬之前旗下的作品 例如2020年的笑傲江湖 新神魔大陆 2019年的神雕侠侣2等 不能说是毫无关系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而这次直接把玩家的课金点拉满 结论 志愿回收还是垃圾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t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